各位玩家的家欢声时的来 我是老徐 来咱们聊几句颜歌龄吧 本来今天是准备休息一天 因为挺忙挺累 但是晚上看到了颜歌龄的消息 很意外 颜歌龄突然之间就灭掉了 所以咱们来聊聊吧 正应了那个中国人有句老话 叫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一条大河 这条河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在变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变 中国在变 所以以前那些和美国有关系的 点点滴滴的人都变了 没有想到的是 颜歌龄的话 这个也会很意外的 就突然之间有一天 说明就没了 目前你在网上 打颜歌龄三个字 什么都没有 颜歌龄是谁 咱们来聊聊 她的这个是一个这个怎么讲 如果你喜欢看书的人 一定知道谁是颜歌龄 如果你不看书 但是呢 我把她这个整个的这个写的一些作品 包括说 她为一些这个电影电视剧 做了一些编剧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看过 比如说这个电影梅兰芳 比如说这个电视连续剧 小姨多贺 比如说她还写过那个精灵石三差 后来呢也拍成片子 包括说这个 她还写了这个路犯烟石 后来拍成了这个张一谋的归来 对吧 还有呢包括说这个 就最近的一个戏呢 就是她这个 给这个冯小刚的芳华 做的编剧啊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颜歌龄的话呢 她整个的这个 创作的一些作品啊 应该说大家都很熟悉 而且呢 说句实话 颜歌龄在我心里面的话呢 应该是一个比较美丽的女人 她和那个方方啊 梁雁平啊 包括像那个去年整个的这个 大家还记得吗 证诞学院 对吧 这个梁雁平的这个校友 有一个老师叫宋庚一 给这个抗日战争啊 进行那种这个 袭击一样的这个洗白啊 就她和这个这个群体的人的话呢 在我的这个印象里面是 不是一波人 但是这个怎么讲 我觉得啊 就说这个郭德纲有句老话 叫做这个谁疼谁知道 有些东西啊 可能说平静如水的这个表面啊 它下面蕴藏着的一定是这个 异常汹涌的波涛 只不过你在面上 你看不见 但是背后来说的话 每一个这个如今啊 于无声处 让我们听到 惊雷的这个一个个名字啊 它的这个背后啊 其实都有 咱们就讲的这个不好听啊 都有一本雪类史啊 所以说呢 这个 既为他们感到惋惜 但同时的话呢 也多少有一些同情吧 因为我觉得 阎格林和那个方方梁彦平 肯定还是不一样啊 起码说他在作品的创作上 有些东西还不错啊 当然精灵十三拆的话呢 我只保留一件 因为 这个这个片子最大的问题啊 不是说 他整个的表现手把的问题 而是说他表现的这个主题 我觉得是太侮辱人了啊 整个中国的一帮大老爷们 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最后的话呢 靠一帮妓女来拯救中华民族 这个你不是一本正经的这个 对吧 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在那骂人吗 整个中华民族就找不出一个血性男儿吗 最后靠一帮妓女 不是说女性啊 好像这个 这个好像 从事 从事这个 有技术女人这个行业啊 好像就有多低贱 这个 这个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 不管怎么说 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说 最后整个的 你想从一个表现人性的角度啊 来写这个故事 但最后这个故事让我看了以后 无比难受 所以精灵十三拆这个片子的话呢 我给他打一个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我给他打一个这个两分吧 但有些片子 我是觉得拍的是不错的 你像那个陆番烟石 就后来改成归来了 陈道明和那个谁啊 就这片子 就从这种片子里面的话呢 你能看得出来啊 这个严格林 他整个的对中国啊 文革那个时候的这个发生的事情 印象应该说是非常的深啊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严格林上海人 但是呢 他其实和上海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不在上海长大 从小呢 他是在安徽长大 他是在这个安徽作家协会的大院里面长大的 12岁呢 就做了文艺兵 跳的芭蕾舞 所以说他最近的一个这个 作为电影的那个编剧芳华 其实很大的这个程度啊 他自己后来采访也说了啊 是对于他自己亲身经历的 一种这个艺术化的这个表述 然后呢 咱们接着说啊 后来的话呢 这个长大以后啊 他就慢慢的从这个 就是一个文艺兵嘛 就退到这个幕后了啊 做了这个舞蹈的这个编舞编剧 同时自己的话呢 因为是受他父亲的影响 因为他父亲是一个这个著名的作家啊 就是肖马 这个差距题外话 关于肖马的话呢 我必须要说一句啊 他父亲在文革中是被打成右派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对于文革的这种厌恶 这种恶心 这种一提到就反胃 这种东西是根深蒂固 不可改变的 他的这种对文革的切肤之痛 和普通人 尤其在 对吧 尤其是这个90后00后啊 在这个改革开放 和煦的春风中 长大的这个 这个年轻一代们 你对于对于这个文革来说的话呢 可能你只知道 有那么一件事啊 你没有感受到那个切肤之痛 所以你看后来他大量的这个片子啊 都离不开那段东西 包括那个归来 包括这个芳华 其中芳华的话呢 这个片子啊 可能还会有些后遗症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 都是关于这个 或明或暗 对吧 或直接或间接的啊 对于文革这段历史的这个批评 和这个造成伤害的这种表达 这个东西呢 我说句实话 我一直鼓励啊 我们整个的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啊 要敢于放开 不要老是觉得这个东西 你不瞄不瞄对吧 你就能够进行一个愚民化的教育 你太低估现代年轻人的承受能力了 你不说 他也能找到方法自己去看 他找到的那些东西 反而是妖魔化的 你就不如自己直接说了 而且这里面 当你真的这个把这个东西 这个正大光明写出来以后的话 里面有多少 是关于 当时领导人这个有关的呢 这个要讲的话 可能可能要讲很大的一个这个篇幅啊 我我只是倾听点水 先说几句吧 我的这个关于这个文革啊 包括后来八九六四啊 整个这个两段啊 我是找了一些资料 我去看过啊 紧就文革的话 我想说两句啊 当时来说的话 其实有很多事情啊 不是毛主席做的 但是后来的话呢 这个都给安到毛主席身上去了 这个东西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知道 像八九六四这一段啊 他其实里面 说句实话 当时中国就像一个什么 就像一个这个 刚学会走路的小孩 刚从这个农业文明的社会 过渡到这个现代国家制度的这个体制里面来 对于如何这个讨论这个国家的这个这个事物啊 什么的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非常这个懵懂的时期 更别说中国成长的这个历史啊 大家也都知道嘛 对吧 先是和这个苏联走得很近 然后的话呢 那我掰了以后的话呢 然后又和美国开始走近 所以说有其特殊性 真正中国开始 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以后啊 其实就是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在在这里2000年以后吧 2001年以后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那是真正开始腾飞了啊 从从此以后的话呢 越来越开始这个走在一条这个正确的道路上 咱们先不说这个 咱们说回来啊 就整个的这个 你从这个严格林的作品里面 你看得出来啊 他对文革的这段记忆啊 是非常深刻的 然后呢 他的这个个人经历呢 成年以后啊 他第一任丈夫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嗜好啊 和他们家整个这个关系都很好的 另外一个这个 也是书香门第啊 就是他的第一任丈夫李克威 他家 因为他李克威的这个爸爸 也就严格林的这个岳父 不是岳父 严格林这个公共啊 李准当时呢和他父亲肖马 两个人呢也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呢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各自的儿女 成了夫妻啊 后来呢 他们就分开了 分开以后的话呢 他第二任的丈夫啊 是一个美国的外交官 人家很早就去美国了 昨天我还说这个对吧 在海外的华人呢 人家很早就去了 哪一年去的啊 八九年 为什么是八九年 你想啊 为什么呀 你想啊 八九年 就去了 八九年发生了这个六四以后啊 很多华人 都都引发了这个一大波的这个移民潮啊 说句实话 对于这种东西啊 咱们要学会这个 这个怎么讲 就是用你自己的思路去判断啊 不要好像任何东西 首先听到第一个反应 往白了瞄 如果你是想成为一个这个 能够能够这个怎么讲 能够有自己这个思考能力的人 我觉得还是不要去听啊 外面是怎么说的啊 你尝试用你自己的角度 你去想一想 说句实话 以当时的角度啊 如果他对中国的有些制度不满意 我觉得很正常 设身处地想一想 对吧 如果你在中国经历了这个 亲身经历了这个运动 而不是只是旁观 注意这个用词啊 如果你是亲身经历了这个运动的话 我相信你对你对中国的 这个体制的批判啊 你也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问题是 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与时俱进啊 中国从这个 走过一些弯路啊 这个一步一步到走到今天 我一直说共产党最强的一个能力 纠错能力 发生了文革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这个八九六四这样的事情 照样能回来 这个就是牛啊 最后还是把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很快啊 就把这个舆论 包括说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注意力 集中到该集中的这个方向 搞这个经济建设 就回来了 尽管说目前来说吧 这个肯定 因为中国14.1亿人嘛 肯定有很多问题 但首先我想说啊 中国不可能有一天变得像美国一样 对吧 也搞一个两档制 也搞一个啊 这个 每次到了这个选举的时候 也搞一个就像那个选秀一样啊 这个从 从下面一级级往上选 最后的话呢 来一场辩论 这个东西肯定不可能的 对吧 也不可能变得像美国一样 这个言论自由 那个言论自由啊 你可以这个嚷嚷出来啊 各种各样的问题 骂领导人 那个骂 骂这个任何一个政府啊 但有用吗 没有一毛钱的用啊 如果说你骂他 你说你 你这抗议怎么搞那么差呢 你觉得有用吗 美国是一个魔幻 现实主义的国家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你看中国很简单 我们是新冠阳性的人在隔离 对吧 密接者在隔离 而在美国在加拿大呢 是所有的健康人 自己在家里隔离 你不想被感染的话 你就哪都不能去了 所以等于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隔离 而那些阳性的人的话呢 是满世界的走 这个还不够魔幻吗 咱们接着说颜格林啊 颜格林第二任丈夫了不起了 这个第二任丈夫 Lawrence Walker 这位先生的话呢 他是一个美国外交官 而且还不是住其他地方的外交官 住台湾的外交官 他是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的这个新闻科长 所以你可以想象 有这样一个丈夫 平时会给他进行怎么样的这个洗脑吧 咱们就不要找这个其他的词汇来说了 后来呢 丈夫这个被调到非洲 他呢也去非洲啊 赔了几年 常年的话呢 因为他自己是亲身第一 在第一线接触这个 接触这个把美国描 描的应该说是最好看的人啊 就是美国的外交官 所以说肯定是 他的这个对美国的印象啊 肯定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对吧 包括说他自己这个父亲 因为经历了文革中的这个打击吧 所以说他对中国的这个体制啊 整个那个恨 也是刻骨铭心的 也是发自内心的啊 所以说呢 在非常偶然那个机会 严格林和这个 已经逃到美国 每天啊都靠这个骂了共产党 骂中国体制啊 混着这个面包和牛奶的这个周孝正啊 进行了一次连线啊 他们讨论的内容就是这个徐州八孩 徐州八孩这个事情的话呢 其实 最近有一个公安局的一个通告出来了嘛 有人说你怎么不说呢 不是我不说 而是这个事情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的证据 可以去拿来说的 所有的那些这个 在那些评论里面的那些东西啊 全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就是一个一个 一个胡说八道的一个 一个随便的一个说法 这个事情里面的话很明显 1450啊 在里面贡献了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流量 带带起了这个很大的这个风向 你像那个骄傲女孩 对吧 这一看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这个 这个女权组织嘛 也是右翼的 这不很明显吗 如果你说没有背后的这个资金 没有背后的这个有组织 有计划的支持 怎么可能呢 他们先不说这个 咱们还说颜格林啊 颜格林的话呢 这个我觉得他身上啊 这个很明显 有一些这个 怎么讲呢 有一些文人的一些共性吧 一般来说的话呢 文人总是对当相当下 自己生活这个时代啊 非常不满 所有时代的这个文人都是这样 哪怕中国在最强盛的这个 这个唐和汉 依然这样 更不要说到了明朝 对吧 到了明朝的话 那那个文人就没法看了 多愁善感的 有的是 全是对自己当下生活的这个时代啊 进行批判的 然后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觉得自己应该生在这个圣堂啊 生在这个大汉的这个这个时代啊 才能够好像 这个德才所用 每一个这个文人都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 他的地位才会高 他能够写一些啊 救国救民 对吧 忧国忧民那些文章出来 能够啊 成为那个时代的鲁迅 但是现在呢 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势头啊 非常明显 中国就是已经走 走在了一条这个正确的道路上 我们没有 任何的这个可能会成为 美式民主那种制度的国家 而且那种制度已经被证明 就是一个笑话 我对于所谓的美式民主 我是打骨子里面 我是看不起的 因为美国说句实话 他走到今天的话呢 已经这个 要解决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吧 这个就像最近 当美国放下了自己所有的皮和脸 进行跟俄罗斯之间要有一个什么 假消息的战争 假情报的战争 他最近已经言之凿凿的这个说出来啊 这个2月16号俄罗斯就会对乌克兰发动这个侵略 他连时间都说出来了 这个东西不是说他没有应对之策 就随便随便放的风啊 16号啊 后天啊 冬奥会还没结束呢 为什么要有很多原因啊 这个明天我再单独开一期再聊吧 但我只是先把一个这个结论之一先告诉大家 美国他现在呢 已经放下了自己的这个皮和脸 任何的尊严都不要了 问题是 他的这种这个 恬不知耻的这种这个状态 还能够管用多久 因为所有人都会看啊 包括欧洲 这个你说俄罗斯跟中国就不谈了嘛 包括他自己的盟友都会看呢 你美国一次次的这样对吧 一次次的这个都胡说八道 你自己在里面得利了 但是问题是欧洲没有得利啊 没有打 欧洲也没有得利 打起来欧洲更不得利 这个咱们明天再说了 还是回到严格林 严格林的话呢 我说句实话 我是觉得 他代表了这个相当一部分 这个文人吧 或者说作家 对于这个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看法 因为有些人的话呢 说句实话 这个岁数摆在这儿 家里面这个网上面啊 这个你翻个一两代 可能有些人在这个文革中 或者在这个八九六四中啊 亲身经历到了一些这个 令他们刻骨铭心的这个 不愉快的一些事情 而这这一部分人的话呢 这个特别善于 用文学艺术的方式 对吧 把它写成日记啊 把它拍成片子啊 但你要知道这种动作啊 在最近几年肯定是不行啊 早几年那个东西叫什么 那个叫公知 更不要说 你你想着严格林 他自己丈夫就是一个美国的外交官 从美国外交官的嘴里 说出来的美国能有多美 你想一想 对吧 你不要说美国外交官 你朋友里面 如果有一个美国的外交官 你对吧 一两个月 你到他们家去吃一次饭 你从他的嘴里 能把美国说的多美 对吧 说的多文明 说的多 说的多民主 你可以想得出来的 你更不要说 每天你和他住在一块的 所以说严格林的这个脑子里面啊 他对美国的印象 跟我们大家对美国的印象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在他眼里 美国是另一个国家 大量的就是有一批这样的作家吧 觉得自己第一个啊 他手里面的这个特长 在当今的这个时代 显然没有用 当今我们要的是 科学家 物理学家 实干的人 只会那些这个 就像以前一样啊 这个像公知一样 煽动老百姓焦虑感的 这些作家 这些文人 显然是在当今的社会啊 不吃香了 不吃香以后的话呢 难免心里面会有一种怨气 所以说呢 你会看到像方方日记啊 像梁燕萍的这个微博啊 像那个震诞学院那个宋庚一啊 对吧 他下意识里面就会把这些东西会带出来 有时候真的不是他主动的要去把自己曝光什么的 但是下意识里面就会带出来 带出来以后的话呢 当然不行了嘛 对吧 当然我最后要说这个 这里面的话呢 可能啊 我觉得有些后遗症呢 是不是这个 他这个芳华啊 芳华这个片子的话呢 说句实话 当时 整个的这个对 可以说对这个 对以前那段历史吧 这个批评的挺 这个尺度还挺大的啊 所以我 我想说这个 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这个事情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这个后遗症啊 目前的话呢 可以肯定的是严格林他整个的这个所有的作品 呃 反正我我稍微看了一下 应该是有些东西已经是下架了 看不见了 然后你说这个以前拍的片子啊 这个包括他做的编剧啊 整个的一些一些电影的话呢 应该我觉得这个 首先第一个 你要在当今的这个舆论环境里面 还有这样的片子 我觉得不可能 对吧 不可能在当今的这个舆论环境里面再出现这样的片子了 但是以前已经拍过的 也就这样了 起码说二十大之前不可能了吧 好吧 反正关于严格林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多少还是有些这个 觉得这个 觉得多少有些同情他吧 咱们这个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吧 好吧 然后明天的话呢 有空的话 咱们再来聊聊这个 美国目前的这个局势啊 他为何要如此这个在所不需要去撒这个谎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频道 并在下方告诉我您的想法 如果觉得我频道好的话呢 也可以帮我推广到其他的这个平台货群 好 谢谢